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谢谢你经常收看东东视频 今天 我要向你介绍一个长寿的小动作 两腿一分 大虎干肾 这个方子传承了两千年 不花一分钱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长寿动作啊 可厉害了 经过几千年来乌俗人的验证 每天做大虎干和肾 俗内延寿十年 两千五百年前的皇帝内经总提到 骨症 筋柔 气血自流 筋长一寸 瘦延十年 说的是拉筋能够是骨头肤儿 筋肉柔软 细血才能流长 筋肉没拉伸一寸 就能延长十年的寿命 没错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拉筋的动作 长拉筋啊 人健康 是人 从出生到衰老 筋经经过了生长到萎缩 筋经萎缩容易导致四肢麻木 血散疼痛 脊椎歪曲等现象 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人到两年两头缩的说法 宗医说啊 通 则不痛 只有精密 畅通 身体 才健康 不会呈现 病痛 拉筋 有这么几个好处 一 拉筋 能打通 都脉 都脉 是全身的 样脉之河 都脉通 则肾极足 肾 是先天之本 精税之源 肾功能强 阳气 则人的精力旺盛 寿命 自然而言 就延长了 拉筋 第二个好处 是 有助于排毒 膀胀 膀胱 是人体的排毒经脉 也是人体地域寒趣的一个屏障 膀胱 通 则含起 难以入侵 体内排毒顺畅 减少体内度数的堆积 身体更健康 长寿 拉筋的第三个好处就是 神功能强 多拉筋 腿部筋筋 有利于改善腿内侧的肝筋 披筋和胃筋 这三条经脉通了 那么身体通畅 肾功能强 身体畅通 说了拉筋这么多好处 那么拉筋具体怎么做呢 一个小动作 两腿一分 大股干肾 在中多拉筋的动作中 其中有一个拉筋的动作 特别简单 但是有大股干肾 每天睡前就能做 做法呢 是把双腿伸直分开 双脚回勾 双手抓着脚趾 身体慢慢向下压 为什么只要两腿分一分 就能够大股干肾呢 因为大腿内侧走的是肝肾筋 肝藏血 肾藏筋 将两腿分开 向下压 可以拉伸 肝肾筋 补肝 一肾 为身体养血 续筋 练习的时候 不要刻意追求身体 切了腿的感觉 只要腿后的大肩 有拉伸感 就可以了 不要有慢力 经络不喜欢慢力 只要你觉得舒服了 才会有不易的效果 好东西啊 都是大道之简 养生也是如此 一个动作 从源头来解决肝肾的问题 特别简单 不妨今晚就开始做起来 发给朋友们 大家一起互相监督 互相交流 拉腿筋的心得 朋友们 今天 介绍了一个 拉筋的小动作 母肝肾 您学会了吗 赶快分享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吧 好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